注意看,就有個光頭叫寶寶,他會把小手槍殺進天下復興哈 報完秘笈,是阿密的媽咪 哈囉,靶子們,寶寶來了 一直以來寶寶都非常喜歡西方喪屍題材的遊戲 像大明典的生化危機系列 玩家可以跟著里昂、哀胆王的視角 逐步揭開保護傘組織的陰謀 還有Steam上的求生之路系列 組團跟小夥伴一起在瘋狂嘉年華中暴打喪屍 所以就很希望在外部3中也能有一款可以酣暢淋漓打喪屍的遊戲 今天,寶寶終於找到了 等寶寶來給寶子們介紹一下這款遊戲 Undead Blocks 這款遊戲是由這兩個知名工作室合作開發的 這工作室還參與過星球大戰、銀河邊緣的傳說 以及堡壘職業活動的製作 在國外玩家中頗巨人氣 項目方也和多個知名內偶有合作關係 更是獲得到了Animoca Bronze的投資 所以遊戲的質量也是槓槓的 正式遊戲中將有多種模式 單人模式、團隊模式或快速模式 玩家需要盡可能的在一波波失潮中生存 遊戲結束後會根據表現獲得標準ZBOX獎勵 不同模式的玩法也不同 比如在快速模式中 玩家必須嘗試以最快的速度解決一波又一波的失潮 聽起來很難,但無所謂我會出手 注意看,就有個光頭叫寶寶 他也把小手槍殺進天下復星 每日更新的排行榜也有獎勵參與挑戰 和登榜的玩家黃金ZBOX代幣 寶寶努努力看能不能衝上榜 簡單來說就是類似求生之路那樣打殭屍、生存 然後根據資料統計分配獎勵 而在solo模式中,進入遊戲的所有玩家 默認只持有手槍和匕首 所購買到的武器裝備NFT會散落在地圖中 玩家需要擊殺殭屍來獲得經驗XP 並可以選擇是否消耗XP來解鎖地圖中找到的武器裝備 爆頭擊殺可以獲得更多的XP哦 為了可以帥氣的DDDD 大家可以在OpenSea購買武器包獲得武器NFT 也可以在官方市場質押Undead代幣 來立即獲得對應的武器 武器可以在遊戲市場中免費租借給其他玩家 並設置獲得獎勵的分成比例 聽到這裡一定有玩家想問了 欸 爸爸怎麼聽起來有三種幣啊 沒錯他們家的代幣有三種 智力代幣是Undead 用於質押或被動收益 治理投票權 命的武器裝備等 遊戲代幣分為標準Z-Box 與黃金Z-Box 用於升級武器 購買寶箱 武器 皮膚等 目前遊戲在Beta測試中 只要在遊戲官方平台註冊帳號 就可以下載PC端或Mac端來玩啦 Beta版本暫時還不支持多人遊戲和P2E 不過也開放了多個單人遊戲模式 玩起來刺激的很 有些玩家出現卡Loading介面的BUG 也已經和項目方反饋啦 希望可以盡快解決 讓寶子們能順利玩到這款不錯的遊戲 作為生化迷的寶寶 這次真的是一本滿足 近期還有挺多高質量的煉油 開始有動作了 訂閱寶寶的頻道 為你分享最新最特別的區塊鏈遊戲 那麼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記得點讚評論哦 傍晚秘籍是小米的媽咪 下期見 拜拜